2013年 格力的董总与小米的雷总 定下了为期5年的10亿赌约 5年后 两家公司的营收不分伯仲 表面看上去 他们实现了双赢 不过从立下赌约的那一刻起 格力似乎就在暗地里较劲 于是2015年 我们便看到了它的首款 手机作品 它力排众议 用实际行动告诉各位 造手机我们也可以 可除了那张令人印象深刻的 开机画面以外 其他的地方 也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 此后 格力又陆续打造过几款机型 但都无人问津 就在网上已经开始有人分析 其手机业务为什么会失败的时候 它带来了自己最新的立作 并起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名称 大松5G手机 而大松是格力旗下的生活家电品牌 将手机归纳为生活电器 似乎也没什么不妥 219g的重量给人的感觉很敦实 手机正面采用了练8英寸的LCD挖孔屏 四周的黑边略框 机身的中框为金属质感的塑料材质 左侧有一个独立的快捷按键 单机或双机可以进行自定义 长按可以呼吸语音助手 用来控制家电还是比较方便的 您的家里暂时还没有此设备 可以前往隔离商场选择 前提是你买的这家电得是隔离的 后盖为玻璃材质 并采用竖直四摄排列 还配有十分经典的后置指纹识别 不仅如此 其后盖本身就是一个指纹收集器 从外观上看 这手机似乎更像是两年前的产物 这次我们买到的是6加118的标配版 CPU使用了高通骁龙765G 配置上属于中等偏下的水准 不过日常用它来玩个游戏 完全不成问题 在室温18摄氏度的环境下 开启高画质模式 玩使命召唤游戏一个小时 手机的最高温度仅为28摄氏度 表现还算不错 很多网友对我们的温度测试 有一定的疑惑 同样的机型 为什么很多人测起来 结果都不一样 那是因为我们测试的环境和室温 有所不同 所以测出来的结果也有所差异 卡托位于机身的左上角 卡托的整体为硬塑料材质 SIM卡区域印有磁面朝平的字样 并没有防尘防水胶圈 关机放置加热垫加热三分钟后 用吸盘拉开一条缝隙 诶 这玻璃怎么还会变形呢 吓我一跳 原来是塑料后盖 这伪装素确实要占赏一下 接着拆机片沿四周滑开 将其取向 可以看到后盖上的胶还是蛮多的 中间的散热膜 相机区域的缓冲泡棉一硬俱全 整个后盖很有韧性 摆帮蹂躏后仍能坦然自若 而且这个塑料的后盖 无论是光感还是手感 都和玻璃的后盖一致 这和我之前拆过的Note 9 5G很像 在光感和手感一致的基础上 去使用塑料的后壳 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 这样既可以保证使用的体验 又能让机器更耐摔 机身的内部采用了常见的三段式结构 左上角为镜头模组 中间电池上的隔离logo格外显眼 主板与副板之间仅通过一条FPC排线连接 机器的中框外壳和护板为一体设计 表面能看到的总共有19克螺丝 拧掉螺丝后用指甲卡入边缘 顺势划开 外框的内部同样贴有缓冲泡棉 顶部与底部设有天线 主板与副板都是内嵌在中框里面 而且与外围的距离相对较远 在受到跌落时会有更好的缓冲效果 断开电池显示主副板连接排线 及两条同轴信号线 再断开主摄排线即可取出主板 主板上贴有大面积的散热铜箔 与中框间还涂有大量的散热硅脂 主板的下方有大面积的VC均热板 经过前面的测试 在散热方面表现确实也不错 正面只有显示连接着 当独设置的缓冲泡棉 主板的区域划分的比较细 而且每个单独的小区域都有独立的屏蔽罩 揭开背面的屏蔽罩 内部还有很多的硅脂 CPU和硬盘都有做封胶处理 右边是两颗电源 左边则是天线和公放区域 尽管这台手机十分冷门 但维修的参数我们依然有做 主板所有做着的维修参数 放图片供大家参考 单板开机的电流 与其他搭载765G CPU的差不多 200左右的起跳电流 回落100在网上开始亮屏 但由于机器没有识别到正确的电池数据 在屏幕上会显示一个电池煤电的标识 随后电流归零 取下主射和听筒 由于并没有立体扬声器 所以听筒会比较小一些 随后拧下底部的螺丝 取出盖板 盖板与扬声器为一体设计 音箱的上方贴有防尘网 扬声器对应中框的位置 同样有防尘网和密封胶圈 音箱的内部还有一层密封胶圈 对于扬声器的防护来说 好像有点过剩了 拧下一颗固定螺丝后取出副板 副板上结成了天线 3.5毫米耳机接口 松化器 Type-C接口和充电保护电路 耳机接口和Type-C接口都设有密封胶圈 撬下Z轴模样的转子马达后 再拿掉电池 有意思的是电池上标的都是中文 但电池的一拉胶上却标着英文 撕开提示贴后用力往上拔 电池贴的非常的紧 随着吃拉一声响 电池差点就下的杠 不得不说这胶确实是太紧了 再看一下生产厂商 珠海佳德电能有限公司 撕掉固定电池的胶 轻轻分离排线 接入加热垫加热屏幕 用平刀从顶部卡入 撬起一点缝隙后再插入拆解片 沿四处划开 将屏幕缓缓掀开 即可将其分离 屏幕的供应商为铜芯打 整体略厚 中框则采用的是金属材质 内部还贴有大面积的散热膜 和缓冲泡棉 正如前面所说 这台大松5G手机 从开箱到拆解给我的感觉 都不像2020年的手机 无论外观还是内在 能够拿出来讲的 除了765G和VC冲热板 恐怕就只剩下那个 镜面玻璃质感的塑料后壳了 如果要和其他的手机进行对比 我甚至觉得没有什么可比性 究其原因在于它推出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宣传 而且这个定价有一些虚高 导致真正购买它的人屈指可数 假如它的定价能再合理一些 在宣传上再加大一些力度 我觉得这个销量肯定会上去一些 好了 本期的这些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是蒋正林 我们下期再见